所以在税率上來說 是吧 另外 你說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就加了 起碼他明目上好像是幫工人 問題是如果你有份工就是這樣說 但同時間加最低工資 另外在NI又收回來 NI他加了 起碼加了僱主的部分 其實就是洋戶出在洋身上 13.8% 加到15% 那他人工上再減分你 你運程都被傳媒質疑 你這樣去動僱主 你這樣去謀殺一些大量請兼職的公司 請兼職就是因為你的門檻 你要交NFI的門檻 你要大幅廣到5000磅一年 變成你很多大學生 做些part time 都可能要交NFI 這件事才麻煩 所以你令到英國的營商環境 第一 你現在很多是加稅 第二 就沒有了flexibility 你現在part time 都要交NFI 你的營商成本就全面上升 然後你要付人稅 你要加呢 司立學校那些又要加VAT呢 其實不止的 公共交通都在說將price cap 即是你每日乘車的上升 兩磅升到三磅 等於巴士加價 不止巴士加價 喜歡搭火車的人都要留意 火車的price cap 都升了 是的 你說有一點好東西 你有哪些大贏家呢 你不要說工人是贏家 工人反而令到你現在的貧富懸殊更加平板 以往如果你僱主不用加太多NI的時候 他在家人工上就給你一些優勢 努力一點 你由最低工資11磅 你起碼 他中間可能會計到20磅 中間有這樣的 range給你 但現在全面地都要加NFI的成本的話 他那個可以走盞的空間就少了 變成他家人工的幅度就少了 我覺得是 他都很坦白的 你加少點薪金就可以了 加少點薪金就更加均勻 是不是 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NHS NHS說明它就會加錢 它是放多些錢下去的 這個是贏家來的 但是另一方面 飛機離境稅 這個呢 李允程就被人說他串 是誰的 他就是專門是衝著新衛城而來的 就是串了新衛城 因為新衛城他有 Pyvet Jack的 另外呢 入息稅 入息稅他就沒有加 至少他這個就沒有加 日常開支 他說明說不影響工人 工人的意思就是說 只打一份牛工出糧的人 這次他都說明了 這個是一個叫做 Difficult Decision 即是艱難的決定 最近 只要你稍為有 叫做有少少投資的 他都是會動你的 現在大家看到什麼事 NHS有226億 英鎊還是二百 這個沒有說清楚 我都不肯定 但是起碼一定是最大筆 起碼最大贏家就是NHS 這個是重頭戲來的 還有Affortable housing 他那裏說要花的錢 他說要多蓋一些公屋 這一方面 但是如果你說富人那方面來講 這個就是名義上 表面上就是傑富濟貧 但是另外一件事 他現在加的 他現在加稅計劃 Total加起來的計劃的話 是起碼有四百億英鎊 四百億英鎊 你要加這麼多 是不是有史以來最多的稅 如果加稅來計劃的話 那就是令到 你也有個理由 之前一直都有所謂的Black Hole論 是因為前朝 弄了一個很大的 財政黑洞 花了錢不知道去哪裡 經常都這樣說 那究竟你的Black Hole是怎麼來的呢 你那個財政黑洞是怎麼來的呢 他本身 他就原本 就指以這個 OBR 這個Office 這個其實 就是一個獨立的一個 審計部門 Office of Budget Responsibility 他就會交代 他本身 就是昨天公佈這個 秋季預算案的時候 就交代 究竟 這個保守黨 花了錢在哪裡 現在 你看到OBR 原本前天 Jermy Hunt 很緊張 你要公佈 這個財政黑洞的內容 你是不是要問過我 諮詢過我 然後 你給我有個解釋的機會 沒有 他說沒有 所以他表示憂慮 但是現在 出到來的結果 是怎樣 OBR就告訴你 原來 原來是沒有220億那麼多 沒有220億英鎊那麼多 是9.5億 即是95億英鎊 原來 他現在就是說 保守黨前朝 他就說有95億英鎊 就沒有交道 沒有披露過 一些資訊 是怎樣使用 所以連他們都不懂 計算 他就 Impossible to know How much of the 這個 即是他的錢 怎樣使用 Jermy Hunt 是回應了 如果你說95億 那相對來說也不是很過份 大致上都符合 他們自己 即是政綱上 所說的洗錢 即是那些預算 預算 嗯 起碼就沒有你現在 李允程 司己言 說得那麼誇張 所以你看到 Daily Mail 都說了 大致標題都說了 他這裡有說 就是Transler 這個Black Hole in public It's not bad by the Britain Economic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OBR 即是你起碼概括上 你不要說細節 不要改內容 你就是概括上 標題上 告訴你 工黨所說的 220億英鎊 的財政黑洞 現在 這個審計部門 就說不是真的 他沒有支持到這種說法 你現在看到 反而 Jeremy Hunt 就回應了 他們沒有一個 很概括的 一個證據 告訴我們 這是對的 而且 如果你是broadley 總括來說 如果95億的話 總括來說 都是符合我們的fiscal rules 其實都不是太過分 但是現在你說的 所謂220億英鎊 純粹是 justify 這個就是要 為了 去 合理化你現在搞的超級加稅計劃 那麼公不公道呢 你抹黑前朝 然後為自己加稅加那麼多 我看 那些本地媒體 例如 The mirror Telegraph 他的YouTube channel 講完李韻程的這個 budget 的一個簡介之後 基本上最多的comment 我講最comment的comment 用詞是什麼呢 Less money for you More for politicians 是啊 都不是結貧制貧 結貧制的貧是哪些貧呢 李韻程就很貧了 你聽一下 辛偉誠說什麼 辛偉誠昨天的表現非常之好 很久沒見他這麼有火 真真有錢 你看看他的表情 被人屌的時候 真的很尷尬 他們兩個人 Evisly described her tax rise as a jobs tax which takes money out of people's pockets and not only that Madam deputy speaker the chancellor also said The problem with national insurance is that it is a tax purely on people who go to work and those who employ them 即是他說 他現在加NI不是加稅的 是加他老闆的 但這個是語言藝術來的 最後還要工人也要加稅 做生意固然要加稅 是呀 這個就是首次置業的稅 都要加 你不要說他沒有說錯 即是之前其實都說了 阿新衛誠都說了 你給工黨做 他現在說明說不加你稅 但最後一定加 這個就是他違反承諾 你給人家的稅 你的稅 你賺取財 Exact 你保證了 另外一些 這個 每年薪水增加,每年薪水增加8% 現在,我明白總統的無恥的政策 Wyatt Sutton 這個無恥,很無恥 興姐很喜歡在立法會說無恥 現在他就說李韻晴很無恥,為了要加稅 既然老屈我之前穿季筒底 不是說法律嗎? 法律的正確 他有計劃的 OBR,但我們剛才說的審計部門 你看他的樣子多尷尬 這就是我們剛才說的事情 你想用OBR去幫你合理化你超級加稅計劃 他現在說,你這種說法他們不支持 純粹在這裡說 就算是加,你都不是加那四百億這麼多 你現在計算數,就二百二十億 怎麼加四百億這麼多? 主要就是很大筆錢給了NHS 其實他之前那天已經說了 所謂的財政黑洞是怎樣 不是說穿季筒底 就是保守黨很多應加無加的稅 因為你有很多稅不加 所以就有個財政黑洞在這裡 那他這樣說 什麼叫應加? 首先一個問題就是 他現在去追回家那些事情 如果這樣說的話 Winterfell 就不應該給他一個補貼 不應該給燃油補貼 其實很沒良心 因為接下來 一些老人家主要是 冬天的時候 他主要是說 你就拿走他們的補貼 我們剛才說 坐巴士的Price Cap 坐火車的Price Cap 很多住城市的人 買不到車 依賴公共交通工具 就任他割 這些是不是叫應加? 是啊 其實很不公道 不過暫時來說 我們還沒見到他現在鋪 找不到現在究竟有沒有民調 但我知道UGAF 明天應該會有的 大概是 對於秋季預算的題目 都很聰明 National insurance price set to hit lower pay UK job hardest 現在你這樣搞這個國民保險 最重創的 其實就是 是在英國低身的人 嗯 英國低身的人 反而他們是最慘的 還有就是 我恐怕 剛才你說的 香港人是要注意的 因為有很多香港人 二英的香港人 即使有收入 有份工那些 有一部分人 是保留在香港的工作 做到現在 那這些人 那這些人 然後他有兩邊走 就是做太空人 那樣 一定是這樣的 那他們就會受到影響 他們這些就是 還有資產增值稅 你說賣樓那些 那些 就是安當那些 就會影響到 就是你要賣樓 你要快的 現在你止蝕 你要想 你的止蝕位在哪裡 你抬錢賣樓都要 就算沒有賣家的話 你要主動減 那就是 起碼你現在這個 存售的 不像 那些買美股的人 就是利益申報 那些人 買股票 那些人 你都不可以 做這麼多高頻交易 你見到度假 你覺得是時候 要賣你都不敢賣 因為 你賣完之後 你都被人割一塊肉 是不是 因為你說說 那個capital gain test 那個很誇張 他加了很多 你全部都要申報的 這些東西 你賺得少的 都由10%加18% 差不多加一倍 就是加80% 然後大買賣的那些 你由20%加到24% 但是你說歐洲G7 是最低的 是啊 要是這樣 你就像大樓一樣 虧賣 虧賣就一定沒事 你不介意賺賣就OK 是吧 但是你起碼 有些兩邊走 太空人那些 你就要想 你真的 可能你要放棄工作 那些就是 保持香港工作的人 是 嗯 這些是最 補稅都玩死你 好嗎 不要聽 是啊 最大影響 我們暫時來說 我們的影響就是 NI那邊 因為我們雖然 我是僱主 但是你也是僱員 你真的 請回自己 大哥 所以我們是 真的是 受影響的 這個是 好了 另外一件事 就要說一下 香港 我就是覺得這樣 你起碼就會令到 香港來說 可能